到了21世纪20年代 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 在加拿大似乎应该已经得到了解决 但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显示 大学教授男女薪酬不平等 人是个老大男的问题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上个月公布的分析数据 加拿大除了三个大学 OCAT University Cabilano University 和University of the FISA Valley之外 绝大部分大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 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而且越是注重科研的大学男女教授 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就越严重 比如加拿大阿尔波塔大学 女性教授的平均年薪比男性教授 少了差不多一万九千加元 而卡尔加里大学的教授 平均年薪男教授比女教授 多出至少两万三千加元 沃泰华大学教授艾未指出 在注重科研的大学 获得教职的助教 想要晋级成为具有终身教职的 副教授和教授 靠的是在有分量的研究学报上 发表论文的数量 而家里有养育子女负担的 女性大学教士 往往受到压力去多做教学和管理工作 而更加没有时间去搞科研 发论文 结果是女性教师往往需要 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终身教职 这限制了其正高阶教职工资的能力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 2018年加拿大大学女性教师 在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层级的比例 接近男女平等标准 但在正教授级别的教授中 只有29%是女性 近年来 加拿大一些大学 为了解决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采取了给女性教授提工资的措施 比如波连滇哥伦比亚大学 多伦多大学 迈克马斯特大学 华铁卢大学和阿尔波塔大学 或者给女性教授提高了年薪 或者给女性教授提供一次性的工资补偿 千万就是要拿大学 多优优独播剧场ce 这里就是了 教授的课 我们最后把课计的约大学 很多优独播剧场ce 这些资 立刻患 提供过来